我們要找遍您的下面 對 老師您進到我們的這個OneNote群組之後呢 您往下走 往下走 找到我們右手邊 有這兩個連結 有沒有 在這邊 好 在這裡 就是一個是您可以進到那個官方網站 那另外呢 它有分兩個版本 一個是所謂的國際版 一個是簡體版 那兩個其實都可以換成反體中文 就是我們講的正體中文 好 所以您用哪一個都沒關係 只差在就是 如果你用這個簡體版 它安裝的過程 你會看到好像是亂嗎 但是實際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好 那所以您用哪一個都OK 那你點了之後呢 會像我左手邊這邊一樣 像這樣 好 會像這樣 那所以 您如果下載好了 如果 左邊這個我下載的是國際版 所以 直接執行就好 那右手邊這個簡體版的話 您可能需要先解壓說 那裡面也是執行檔 就要安裝的 好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我先裝這個給您看一下 那它這個軟體呢 跟我們 如果老師有 可能有聽過或者看過有一個叫做 這個是簡體版 有看過或聽過那個叫做Place 有沒有 它就跟它其實可以講說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以新字圖的概念 但是呢 它可以算是什麼 Place的加強版 因為它的內容更豐富 您在使用上會更方便 好 所以 因為呢 也因為它是用安裝的 我們用Place的話 如果你要它在本地端使用 那必須是Pro以上的這個付費帳號才有 那它不用 好 它不用 所以說可以減輕很多呢 就是網路上連線的負擔 就不用說花那麼多時間 那我剛裝到的是這個 那麼在這個的話 我就會先把它解壓縮 在這裡 把它解壓縮一下 好 一樣的 它會產生一個這個壓縮檔 有沒有 在這一個 好 那目前預設安裝位置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裝了前面 然後又裝後面 那就蓋過去 好 就蓋過去 不過原則上兩個軟體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 OK 來 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囉